受三归五戒而不能持戒会有什么因果 因果是加一层罪 破戒的罪 杀身本来就有罪 没有受戒的时候只有杀身的罪 没有破戒的罪 那受了不杀身的戒 你就两层罪 你杀身有罪 破戒又有罪 杀到淫妄都有罪 叫信罪 不受戒也有罪 只有酒 酒没有 酒不受戒的时候没有罪 受戒的时候只有破戒的罪 所以酒是阶戒 不是信罪 酒是预防 怕你犯前面杀到淫妄 所以它是预防的 它本身没有罪 这个要懂得 所以戒律有两种 一个是本身有罪 本身没有罪 那是预防的 所以这个要懂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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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